大家好,我是霍会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豆角的新吃法 不炒不凉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今天选的这个豆角颜色比较翠绿 长得一直比较细长 这种豆角吃起来的口感非常的鲜嫩 把豆角的根全部都给它去掉 放入开水锅里焯一下 加点食用盐,一点食用油 这样可以使焯出来的豆角营养不流失 颜色分加的翠绿 大约焯个两分钟,把豆角全部焯软就可以了 焯熟捞出来过下凉水 准备半根胡萝卜,先切片 改刀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放入盘里 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收入盘里 锅里倒点食用油 油温温热放入胡萝卜丁 翻拌均匀 因为胡萝卜属于溶脂性的蔬菜 它经过油炒以后会释放出大量的维生素 这样吃起来比较有营养 翻拌均匀 放入松花 炒出香味 炒至胡萝卜断生就可以了 盛出备用 大碗里放入300克的面粉 放入两克的食用盐增加筋性 用筷子搅一搅 从中间分开 一半倒入80度左右的开水烫面 另一半倒入凉水和面 这样和出来的面团比较柔软 而且凉了也不硬 试着还好消化 假拌至没有干面粉下揉成面团 就会揉成一个不软不硬的面团 开上保鲜膜 放一边饧化20分钟 这会儿的豆腺已经晾凉了 控干水分 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放入大碗里 再放入晾凉的胡萝卜丁 放入一勺的蚝油 胡椒粉 花椒粉 食用盐 食用油 再来点香油增香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在碗里打入两颗鸡蛋 用筷子搅散 先放一边备用 面团洗好之后不用揉 直接取出来 分成四份 把每一份都揉圆 像这样就可以了 案板上多撒一些干面粉 取出第一个揉好的面团 放在案板上擀薄 擀成这种过度就可以了 用擀面杖从一坨卷起来 放到一个盖链上面 把上面铺上馅料 边缘处要留足够的空隙 用筷子给它铺匀 再淋入一半打好的鸡蛋液 稍微给它拌匀 上面再盖上一张饼皮 从一边把空气擀出来 边缘处一定要捏紧 再给它按出一个花边 这样子既防止露馅 而且还好看 像这样就可以了 电饼身提前预热 刷一层薄油 把馅饼放入锅里 上面也刷点食用油 防粘 盖上盖子 开馅饼模式先烙三分钟 时间到 给它翻个面 继续烙三分钟 看一下 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了 翻个面 用铲子按压能回弹 说明就已经熟了 出锅 放在案板上 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来看一下 皮薄馅多 光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这样做来的饼皮 吃着非常的柔软 里面的豆角馅呢 吃起来非常的鲜 又加了鲜鸡蛋 这样搅拌出来的馅料 吃起来非常的有营养 即使凉了也不会硬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后面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